今天我來到這個夜市 它是下午4點已經開始 它都必須贊 進到這裏 主要是吃東西的 我先拍食物在這邊 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多多支持 海鮮 大蝦 奶尿蝦 龍蝦應該是龍蝦 這裏也很大隻 龍蝦 蟹 大頭蝦 那些好像叉燒排骨那些 那也拍一下周圍環境 周圍環境拍給大家看看 這間店好像招牌菜 是個火山排骨 我看見每個人來吃都是這個 火山排骨 我看見好像骨頭來多 那這間店真的都踩滿人 這個火山排骨 那他那些價錢 拍給大家看看 我都說到處叫客 另外一個角度 他不停拉進去都很厲害 說了普通話的 這個我看到是起菜位 火山排骨起菜位 這個真的是起菜位 我應該放些蔥下去 我看他還沒放 原來這樣倒下去 剛才拍不到 像是沖涼一樣倒下去的 上高 看看師傅是否繼續倒些蔥 看看怎樣倒 等一等他 他那樣出名 還有很多人吃 這個 上高去淋去沖涼 那些蔥來的那些 那叫火山排骨 這些是海鮮檔 小檔 中的香料 那這些檔口 都一個個鋪位 都整齊排列 基本上 都人吃 每一檔都 下雨都不怕 你這樣的檔口 拍下餐牌給大家看看 知道價錢 了解一下 那我都是行的 因為我都不太喜歡在這些地方吃東西 因為很熱 還有我覺得 是否真的值得吃呢 我個人不太喜歡 我吃海鮮 大頭蝦 蟹 青口蝦 還有貝殼類 這裏有餐牌 看看是否清楚 盡量拍 這裏有些食物樣板給大家看 有火山排骨 有什麼 因為旁邊也有一個人拉客 在跟我講話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好 他拉客之餘 我就叫他給我拍下 那些價錢 給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喜歡 可以過來吃一下 我見到他這裏桌 很熱鬧 一邊看下單 下吃什麼 其實都很有氣氛 我覺得 我都拍人吃東西 我都不知道 人家是否介意 我見到就拍 很開心 氣氛 另外有夜青 波羅 那些賣的 都拍到周圍環境 這條路是剛才走過來的 我們 感覺上 這些小店 好像比較靜一些 旁邊大的店 才有很多人吃 這裏其實也很大的 這邊 它也有幾行 環獵牌整齊的 檔口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布局 是成行 有很多行 我現在逛逛 我約會逛逛 每一行都拍一下 這裏是海鮮 它這裏是龍蝦 有生蠔 大 龍蝦 這裏很豐富 對面也有海鮮 我走過去對面拍 這個店 現在也是早 人家還未出來吃東西 這裏應該是龍蝦 也很大隻 剛才那裏是同一間店 我過來這裏行拍 這裏是同一間店 這裏是在燒魚 和龍蝦 這裏也很豐富 我覺得這裏真的不錯 好 再看看 對 嗨 英俊 很輕鬆 這裏都放了食物的樣板給你 這裏有些人在喝啤酒 我都說 現在我覺得是早的 這裏 吃東西吧 拍一下 再向前走 那裏是最多人的 剛才我剛開始拍那裏 那裏 那裏是排列在第一行 我一進來就 被人抓去吃東西了 這裏我都見是比較多人吃的 拍一下 它給我看的 這裏都是多人吃的 這裏是剛才看的 這裏是剛才的店名的 這裏是剛才的店名的 這裏是蘑菇 這裏是蘑菇 蘑菇 蘑菇 這裏是蘑菇 這裏是吃海鮮的 有麵 海鮮麵 拍一下海鮮 有生蠔 有龍蝦 大頭蝦 這裏比較清淨 可能近尾那裏 那裏 這裏他自己也有些水果賣 真的比較清淨 可能晚點會多人 因為都是早的 還未入夜 這裏是夜市的門口 有一團 正在進來 聽到他們應該說國語 有地方是喝啤酒 如果喜歡也可以 而這些行業 就開始賣食物 或者衣服 那些 這條行也是這樣 賣食物 那些 那我就不續行 因為都很大 這條行也是 買袋 我看到很多 還有買一些 時裝 那些 那些 那都是一條條行 那這一邊 那我基本上都 如果我走光了 拍下一些什麼吃 那他有兩邊的 那條馬路 另外還有一邊 那我過去另一邊再拍 因為呢 他馬路那邊 另外也是有些夜市 那他也是有些 類似是保安的人員 管制那些車 給我們過馬路 那這樣 那過到這邊 那過到這邊 過馬路 那 那也有些飲品 那些這樣 那這邊 那也有地方吃東西 原來 我還以為剛才那邊吃東西 那這裏都有的 又是類似那些 是不是火山排骨之類 那樣 大家的餐單都差不多 我覺得 那這間店都多人吃的 那我已經拍到周圍的情況 和它的佈局 因為這裏比較吵 和很多音樂 這裏是不是啤酒類 還是酒類 那些 我不好吃 可能有些人就知道了 那他 那這裏呢 就比較窄一點 所以感覺上會是多人 那再看看 那這邊都是吃東西 那這邊都是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都是火山排骨 我看到那邊的賣點 都是這樣 那這裏都滿了人 滿了座 這間 那這裏呢 火山排骨 那它的蔥呢 就是淋上去的 那我先拍一拍 看看可不可以讓我拍到它 那師傅 看看會不會再淋 因為剛才都見它淋了很多次 那應該淋完了 這個都 那再看了 它再淋一點 那些都是蔥來的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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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排骨 方方都是買這些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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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很多 這檔有很多人 好像捉著魚 然後拌一些什麼 就這樣生吃 很多人排隊買 我近鏡再拍一點 那是魚仔 應該是動的 那是罵上來 然後拌來吃 你有沒有說很多人排隊 多人排隊 是不得了 這個人買來的魚是生的 他給我看 是生的 撈些汁 不要再搖了 跌到真是 是不是賣點 他撈上來的 就這樣放進去 放進盒裡 然後撈些汁 那魚是生的 我覺得也很生意 原來在排隊 我覺得也是在排隊 也很好吃 那走一段路 因為其實 我都拍多人的路 但是沒有辦法 旅行都是這樣 那當地的特色 那樣 那些人吃東西 這裏也很多檔口 排列 中環交錯 這樣排列 到處拍攝環境 佈局給大家看看 真的很熱鬧 那泰國特色就是夜市 那天氣都可以接受 晚上沒有這麼熱 基本上泰國都是熱天來的 幸好今天沒有下雨 因為之前看天氣報告 都說經常下雨 今天也沒有下雨 我看到這些炸物 應該是15克 有些魷魚 那些魷魚會不會是199還是什麼 還是12塊 這些一串串 你選了給他 他幫你錄熟 他來吃 這些 橫行裏面 有些是多人 有些是少人 有些是少人 你看到他都很開心 那些人 很熱鬧 坐在這裏吃 小行裏 拍攝給大家看看 這些海鮮 我覺得它是醃了 可以這樣吃 看個人喜好 他有三文魚 醃了 這些是蟹 應該是醃了 醃了 醃了 價錢 這間是串燒 都好像有人排隊買 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它是10元一串 賣相都可以 如果10元一串 都值得吃 這檔是炸雞翅 雞腿 這間是串燒 應該是10元一串 都有人買 多人買 這間也是串燒 我看見它是30元一串 這間是30元一串 燒好 放在這裏 你需要什麼 就自己選擇 煎燒 最後都有一些排骨 有大頭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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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我看見有人要幫你翻熱 有大頭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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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煎燒 煎海鮮 煎海鮮 我看見有些叫優質椰子沙冰 60元 都有人買 再拍攝到處的環境 開始夜了 夜市一直都有人進去 這個椰子 我基本上都走了一個圈 那我就拍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多多支持 多謝大家收看